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确确实是必胜了 十年必胜是阿弥陀佛的本月 这十年什么时候呢 灵运宗师 一定能往生啊 也有法师说 这个十年是平常做功夫 因为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住着顽固 那怎么办呢 早晨起来 素食完毕 家里有佛像 面对佛像 没有佛像 面对西方 念十年 这个十年叫一口气 一念 不拘多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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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一口气 叫一念 这个时间不长 晚上睡觉 晚上睡觉之前 念十年 天天不间断 符合 静念相继 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能够符合 这个标准 总而言之 念念心中有佛 心里头 一佛念佛 不间断 不妨碍工作 不是用思考的工作 工作当中 也可以念佛 如果用思考 就要把念佛放下来 过去在台湾 有一批开计程车的同修 好像有三十多个人 那时候出去 我们都计程车排队 那他们开车 能不能念佛了 我就告诉他们 开车时候 最好不要念佛 专注开车 别出车 车祸 这个不能分析 跟用心是同样的工作 你车停的时候 可以念佛 你停在那里等人 可以念佛 或者是 车上没有人 你开的是空车 你开的是空车 可以念佛 为什么呢 你开的比较速度慢 你不着急 你也没有目标 也没有方向 如果有乘客的话 你就把佛号停下来 或者是 你用念佛机 佛号让乘客停 你不能专注 你不能专注佛号 你要专注路况 这就对了 所以这是 活活活活活活的 不是有什么规定 应该没有 念佛这个方法 最简单 最容易 不受任何限制 别人不喜欢听 我心里头梦念 不妨碍别人 记着 深夜必深 忧郁必满 请不吝点赞